年接新年到来 福里乡公所也举办了四场的迎新年送春联活动 邀请到花莲书法协会的理事长曾新德 还有多位的书法明师现场辉豪 致政乡亲免费的春联 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福里乡公所举办四场迎新年送春联的活动 邀请到花莲县书法学会理事长曾新德老师 蔡国昌老师 书法明家杜青摩现场动笔辉豪 致政乡亲免费的春联 三位书法大师来到 不仅为活动增添了艺术氛围 更将传统文化的魅力零零展现 让乡亲们感受到满满的祝福跟喜悦 乡长江东城表示 借由这样的活动不仅为乡亲提供了一个欢乐和谐的新年庆祝方式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传承跟弘扬 记者高双双 傅里乡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